顾明成陪我选购婚纱时 媒体拍到我前夫携娇嫩小女友在海岛度假 视频一经曝光 就力压我们的求婚事件成为新热点 顾明成接盘成功 获公子身边新人上位 各位看官谁更胜一筹 为博流量 媒体拿出前后两个热搜进行对比 表面看似是在调侃顾明成和我前夫 实则却是在对我与那小姑娘平头论足 前夫的新女友年轻貌美 是京市电影学院大义新生 视频中青春朝气扑面而来 我却被描述为年华不在的二婚女人 这种拿女人当成商品价值来衡量男人的输赢 实在是拙劣 但又确实歹毒 让我有一种被架在火上炙烤的强烈不适感 看着镜中明艳的新娘妆 我心里宽慰自己 顾明成断不会如此肤浅 见我出来 顾明成马上放下手机起身 唇角微钩朝我走来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脸色较之来前 阴沉晦色许多 眼神里亦多了几分我看不懂的情绪 身边主管激情介绍着这款婚纱多适合我 却没听出顾明成早已心不在焉 抱歉 我再考虑一下 我只知道 我公司还有事 等会儿助理来接你 顾明成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 便匆匆钻入跑车离开 车水马龙的街头 陡然刮起一阵风沙 我眯了眯眼 视线里已经没有他的身影 回到律所 加班到晚上八点 我伸了身揽腰 拿起手机一看 无事发生 正要放下时 一通电话拨了进来 沈婷婉 今天的新闻看了吗 是不是要感谢我 让你又上了一次热搜 这样有意思吗 陆如知 我摘下眼镜 略疲倦得柔柔眉心 陆如知是惊识晚报的主编 也是我上段婚姻的第三者 当初为了逼我离婚 上蹿下跳 无所不用其极 可我走了 她也未能转正 我实在费解 此时她不去 与前夫心欢斗 却对我阴魂不散是何意 霍少怪我闹到你面前 一离婚就跟我发脸了 沈婷婉 你真是好手段啊 我亚然 以我对前夫的了解 这么说 无非是对她腻了 她竟自欺欺人 怪到我头上来 哈哈 你猜我现在在哪 陆如知突然语掉青阳 伴随着高跟邪声 我漠然听到 顾明成异性阑珊的声音 不说这些 没意思 哎 明成 我总觉得你亏了 沈律师再好 那也跟人睡了五年 可不是 你捡得可是霍少顽腻的女人 以你今天的成就 犯不着犯不着啊 一堆人七嘴八舌 顾明成却没有回应 我不自觉捏紧了手机 挺晚向来要强 我给他撑腰这么多年 不能在这个时候 让他失了面子 是好兄弟 就别再提这事 我心里有数 顾明成招呼众人喝酒 语气里却是谁都能听出的 不甘语怅然 我默默挂了电话 站在窗边俯瞰着璀璨夜色 从货宅搬离那天 也是这样的时分 顾明成开着炫酷跑车 一脚急沙停在我旁边 下了车 眉眼张扬地朝我笑 怎样 我来得不晚吧 那谋中热烈的爱恋 熟人的情愫 似乎这五年的时光 不曾存在过 他一直在原地 张开双臂等我回来 没多久 我答应他精心策划的求婚 他喜极道哽咽 半天都没说出话来 数年前 他功成名就那天 接受了某卫视个人访谈 主持人提到我们那段感情时 他贪手 语气满是宠溺无奈 等呗 总归我不介意 他离婚就是了 那是坊间 尽是我前夫的花边新闻 他毫不避讳地为我撑腰 可就是这样的他 却在得偿所愿后 便对我心生嫌隙 渐渐不甘起来 我有点迷茫 顾明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最终只能轻叹一声 人性有时候真的挺经不起考验 刚到地下车库取车 陆如知的电话又执着地打来 我看都不看便挂断 逼的一声 他换成了短信 海月酒店 总统包房2388 不去你会后悔的 我盯着这条信息 看了足足三分钟 回家的路上 到底还是没能抵住诱惑 一个急转弯改变了行程 凌晨一点 我站在2388房门口 像是知道我要来 厚重严密的木门 竟然留了一条小缝隙 并未观言 哎 不过让我手下 实习生仪式 没想到成了 沈婷婉 你的痴情前男友 也不过如此 陆如知的微信 掐着点发来 满是调侃讽刺 我手触到门把手 轻轻一推 迎面就是一股酒气 夹杂着甜腻的香气 幽暗的卧室床上 隐约纠缠着两个人影 顾总 你都快结婚了 娶的还是你心中女神 这样做不好吧 年轻女声道 她前夫玩得那么花 我就玩一次怎么了 确定是第一次 嗯 哎呀 顾总特意交代的 我哪敢骗你呀 讨厌 小姑娘瞥向我 眼神在幽暗中 与我对视 顾总 沈律师就是因为 霍少出轨 才坚决离婚的 现在你找我 她要是知道了 会怎么办呀 我好怕哦 顾明成动作慢了下来 声音微凉 我不过是买你一夜 老提她干什么 和她比 你配吗 大约觉得扫兴 她推开小姑娘 烦躁地点了支烟 我引在玄关拐角 正要离开时 她甩掉烟头 嘴里骂了句脏话 猛地翻身 又压到女人身上 动作粗鲁 语气也急促起来 妈的 就算她知道又能怎样 像我这样优质的接盘 除了我她能找到第二个吗 哇 顾总好友 我喜欢 我轻轻眼上门 如常地离开 就好像我从来没来过 驱车急迟在安静的街头 顾明成的电话 在此时打了进来 我一看时间 才过去五分钟 挺晚 你在哪 顾明成声音略有点惊慌 哦 加班 正在回去的路上 她像是松了口气 抱歉 今天忙没顾得上你 我马上回来 我唇角勾了勾 忙着和兄弟们作乐 家外找了个 为开封的女人开房 补偿自己吗 这么看 确实是挺忙 不用 我洗洗就睡了 回见 我淡淡拒绝 话筒里沉默了一阵 顾明成声音再度响起时 有点烦躁 你在闹什么 我说了公事忙 你能不能理解一下 我是很爱你 但也不想你恃宠而骄 挺晚 现在不是过去了 我希望结婚后 咱们都成熟一点 我亚然 张了张纯 她嘴一会儿说这个时候 一会儿说现在不是过去了 无非是强调 我二婚还能高价 是她给我的脸面 而我 也该有自知之明 懂点事 真奇怪呀 明明做错事的是她 却反过来理直气壮地 给我下马威 立规矩 还是那个顾明成 却突然变得面目全非起来 我嘴角勾着一抹冷笑 顾明成大约并不知道 我答应她的求婚 并不是因为我非要婚姻不可 与面子更无关系 仅仅是 她曾感动过我 长久地温暖过我 而我想给她一个交代而已 顾明成 我换她名字 她一愣 你比我想象中 卑劣 电流声中 她久久没有出声 我挂了电话 怕她今晚再到公寓纠缠不休 我转到去了另一处住所 前夫离婚时 画给我的北海道的小别墅 铁门刚打开 我便意外看到 霍亭称的路虎大喇喇 停在院中 向头折服的大黑熊 客厅灯光昏暗 她披着玉袍 敲着二郎腿 独自一人饮着红酒 我住足 眉心微醋 此人不是在海岛度假吗 怎么到这来了 这些年 外界提起顾明成 不外乎是三个标签 洁身字号 靠技术发家 痴情于沈亭婉 而我前夫霍亭琛 则是极端的反面人物 家世背景强大 出手阔绰 喜美女 可以说 是路上 十辆女袍里 约有三辆出自她手 古有宝马配英雄 今有她香车赠美人 也算是 是颇让人津津乐道的事了 身为霍夫人 我不可避免在事件中 成为可悲的人物 虽我从不介怀 但婚后第三年 顾明成研发的 他获得投资 身价暴涨 和霍亭琛圈子重合 他屡屡看不惯 为我鸣不平 两人甚至大打出手 在路如之闹的 最凶的时候 顾明成将自己的 部分原始骨 割让到我名下 让我成为 顾氏第三大股东 挺晚 我不是逼你离婚 只想你在婚姻中有底气 我倒要看看 我爱而不得的女人 谁敢欺负 这让当时说 顾明成只是在 立痴情人设的人 彻底闭嘴 所有人都说 顾明成疯了 但顾明成疯 不是一天两天 只不过是他落魄时的风 无人知晓罢了 我与霍亭琛结婚那天 他冒雨在别墅外 站了一整夜 差点烧成傻子 他知我不能接受 婚姻背叛 就从不私下联系 让我为难 这些年 他恪守分寸 又寸步不离 所有为我好的事 他都做得周全 滴水不漏 有一次 霍亭琛深夜 从某嫩魔家中出来时 被媒体拍到 他急赤白脸找到我 大声唾弃 姓霍是真被下半身 控制的畜生 那女人哪里比得了你一分 停完你别拦我 这次我非揍他不可 可就是这样的他 终于 还是变成了 他曾唾弃的那种人 霍亭琛大约是看见了我 执着红酒走到窗边 与我遥遥相望 晚晚 看来你的依靠 也并不那么可靠 进门他便含笑出声 我淡漠地看向他 怎么 是陆如枝向你邀功了吗 他笑笑 不置可否 我皱眉 心中有个大胆的念头 冒了出来 霍亭琛 海岛度假 是你故意放出的料是吗 今晚这场戏 看似是陆如枝一手主导 但源头 还是那则热搜 否则陆如枝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刺激到顾明成呢 你很敏锐 霍亭琛并没打算隐藏 不过 始终还是男人 更了解男人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突然伸手将我抱在怀里 低声道 晚晚 我只想告诉你 有些人 不值得你放在心上 这些年 你总以为他好 我就让你走近 看个清楚 好死了这条心 他胜券在握的一笑 我的老婆 怎么可能拱手让给别人 我的拳头 不自觉捏紧起来 事实证明 顾明成坏起来 只会做得比我更过分 不是吗 五十不孝百步 你很自豪吗 或停撑 你也太小看我 我的人生 从来不止你们两个选择 他指负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 眸中折射出温暖的爱意 我跟他们只有暧昧 绝不会实质背叛你的 这也是你能容忍我五年的原因 他停顿了一下 笑得莫名 我猜顾明成一定不知道 你的情感洁癖有多严重 我与顾明成的感情 结束在最美好的时候 但远未达到谈及这个话题的程度 大四时 他与我表白 我接受后的半个月 便被父亲勒令与霍明成联姻 这些年顾明成身边 从没有异性 甚至暧昧绯闻都未传出 不可否认 在答应他求婚的那刻 我对下一段婚姻 是抱着情感与身体的双重幻想的 真可笑啊 才一晚上 我对婚姻忠诚 就用到幻想一词来定义 停晚 路如之只是意外 我会处理好的 其实婚姻是很枯燥现实的 我玩得有分寸 但顾明成就未必了 他不过是不甘心输我医着而已 霍亭琛 如果这是你挽回的手段 我只能说 真恶心 滚 我转身背向他 气得不可抑制 今晚 一个顾明成 一个霍亭琛 皆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捆绑我 一个认为我已贬值 非他不可 一个拿捏我 以为我受了教训 就会乖乖重回他怀抱 难道我沈亭婉 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非或极固 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 一个教会我 婚姻从不牢靠 还藏无纳垢 一个告诉我 在美的爱情 在时光的雕琢下 自会斑驳 面目全非 无需自带滤镜 正应了张爱玲那句话 人生就像一席华美的袍 里面爬满了狮子 我似乎已经看到 我若重回婚姻 会慢慢退去棱角 变得麻木腐朽 若执意嫁给顾明成 只不过是从昔日红玫瑰 变成蚊子血 钻戒我用同城退回给顾明成后 便专心投入到工作中 中间我出差了一趟 在动车上竟碰上陆如枝 沈婷婉 你真要跟顾明成退婚啊 她跟人换了座便朝我打听 满脸八卦 不会是准备回去找霍婷琛吧 我只回答放心二字 便闭目养神 原以为下了车便会分道扬镳 没想到我的客户 也是他要采访的对象 应酬完毕 陆如枝邀我去青巴继续喝酒 你好歹是抛弃别人 我却是被男人抛弃了 就可怜可怜我吧 喝到半夜 她又哭又笑 像疯子一样大骂或停撑 大约是发泄过 又觉得我是个好的倾听者 她突然羡慕地看着我 沈婷婉 有没有人说 其实你挺幸运的 她落寞道 我喜欢霍婷琛十年 把自己脱光送上床的事都做过 你猜她说什么 哈哈哈哈 她说原来女人还是穿衣服好看点 她垂桌 笑得前腐后仰 沈婷婉 你到底使的什么手段 她怎么就非为你守身如玉不可了 对这桩利益婚姻 我从未使过手段 因我父母的缘故 我厌倦婚姻中无穷无尽的争吵 新婚业便直言自己的底线 我坚决不能接受 她碰了外面的女人再来碰我 你自可以骗我 如果能骗一辈子的话 她一顿 看了我很久 然后笑 行行行 一顿饱和顿顿饱 我分得清的 送路如枝回酒店 她告诉我 顾明成那晚并没有睡那时习生 在最后关头她急刹车了 男人都有自尊心 那晚她一帮兄弟怂恿 激将她 她久近上头才干出那事 对这点 其实我并不意外 这件事里 顾明成明显冲动居多 见我无动于衷 路如之静苦口婆心劝我 在顾明成心里 你再好 也是二手女人 对这种金归婿 你还不如睁之眼闭之眼 就让她偷吃一回 去了这个心病 她肯定愧疚 以后自然会对你好 这是人性懂不懂 路如之恨铁不成钢 以顾明成对你的感情 以后还怕美好日子过吗 无独有偶 顾明成找上我时 话里话外 也透出这样的意思 挺晚 我是动了心思 但我还是守住了 你能忍霍婷这么多年 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她满脸憔悴 眼里泛着血红 因为这个是退婚 未免对我太不公平 我惊恶 她竟脱口而出 拿霍婷称错位自己开脱 我突然意识到 我和陆如之都猜错了 那个小姑娘 并不是她的冲动 也许在更早的时候 她就已经在慢慢降低 自己的道德底线 她当初对霍婷称 所有的唾弃不迟 在多年后的今天 变成回旋标 直中自己眉心 我静静地看着她 所以 你现在是要与她比较 谁更乍吗 顾明成末地一愣 哑然地看着我 随后她踉跄几步 像不敢看我一般 伸手盖住脸 跌坐在沙发上 对不起 挺晚 我也不知道 我究竟怎么了 她声音微梗 静默了数秒后 她突然狠狠甩了自己两巴掌 非常响亮 毫不留情 我该死 禁不住诱惑 但我真的没想过伤害过你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她单膝跪到我面前 拉着我的手 满脸真诚 我承认 我看到霍婷 游戏花丛 是有点不甘心 但我是真想娶你的 挺晚 人的一生很长 谁能保证一点错不出 原谅我这一次好吗 我认真看了她许久 然后摇头 顾明成 你说你爱我 为何你明知我为什么离婚 却仍往我伤口上撒盐 最了解我的是她 最后伤害我的 还是她 我没有 我拒绝了 她用力重申 所以这个坎 还是没有过去 不是吗 不甘心还在 她明仅纯 没发生的事 咱们不做假设 我真的知道 你的底线了挺晚 可是你已经脏了 顾明成 不甘心 便是心脏了 我不想和你赌人性 我抽出手 在和霍亭琛的婚姻中 我可以做到不戒怀 那是因为 我没有上心过 期待过 所以结婚五年 我们相安无事 相敬如宾 但我知道 在顾明成这里 我做不到 我不想再要一段 肮脏的婚姻 你真要这么绝情吗 呵 还是说 我对你的爱 反而成为 你对我的高标准 顾明成眼里 闪过一丝脑怒 慢慢起身 你在朋友面前 动摇那一刻 二次压到 那个女孩身上的 那一刻 就应该明白 我们应该结束了 身后久久没有声音 随后 是她一拳重重 垂在我办公桌上 双眼血红 紧紧抓着桌脚边缘 咄咄逼人凑近我的脸 沈婷婉 霍亭琛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有时候 真的挺让人没劲的 事事较真 吹毛求疵 你指责我识 就没想过 自己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心狠狠一致 一下子像是 坠到冰冷的海底 真是丑陋啊 我唯一的问题 就是没有对她的错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顾明成 突然让我想到 前段时间 我接手的一个案子 一个再婚的女人 无奈想离婚 她哭得非常无助 沈律师 她明知道 因为家暴离婚的 她说会好好对我 可现在打我的也是她 甚至面目猙獰地骂我 当初我前夫 为什么没有打死我 她不想做三婚女人 可是也挨不住打 送她走时 我甚至怀疑 她回去后 会不会选择轻生 而她嘴里 那个面目憎恶 毫无悔改之意的男人 与面前的顾明成 竟完美重合 退婚后 麻烦是接踵而来 我父母打了数个电话 催我回家一趟 我早说过 她玩她的 男人有分寸 你只管给她 多生几个孩子 现在忍忍 将来一切都是你的 非要粘酸吃醋干什么 我爸率先朝我火 向着前夫说话 我妈脸色一变 碗一摔 筷子朝她脸上甩去 尖声骂倒 你和霍庭琛一样的德行 难怪当初 非逼婉婉嫁给她 我就说离得好 当时我要是 有碗碗一半的勇气 也不用跟你窝囊过一辈子 我爸被踩了痛脚 暴跳如雷 停称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指根之底 我还会害了女儿吗 碗碗再好也是二婚 你又知道 姓顾的结婚了 不会在外面玩 我看不如复婚 复个屁 碗碗就嫁顾明成 婚礼还要搞得风风光光 两人为了我是再婚 还是复婚大打出手 毫无形象 我默默地吃完饭 对这样的阵仗 早已司空见惯 五岁那年 我爸出轨手下的实习生 一度闹到要离婚 虽然最后回归家庭 但我妈为此念叨了几十年 从一个温婉的大学教授 变成现在张牙舞爪的怨妇 每次吵架 这桩旧事总会成为导火索 所以 把叫我回来 就是看你们打架的吗 我放下筷子问 两人面面相去 你们已经做主过一次 我的婚姻了 到此为止吧 我起身 拿起了包转身离开 也并不认为 正在经历着最糟糕 透顶婚姻的他们 有什么资格给我提建议 迟早他们会知道 婚姻与我 早就可有可无了 再次见到霍亭琛 是在医院 我立马转身就走 他追了上来 无奈地贪首一笑 晚晚 伯父住院 真与我无关 我知道你早就不吃这一招了 五年前 我爸用这一招 撮后我和他 如今想顾忌重施 自是不可能 我后来才明白 老头遇念太多 哪会真舍得死呢 最近听说你准备单干 霍亭琛在医院停车场 与我闲聊 言辞关切 我敷衍回事 咱们也算和平离婚 没必要对我这么大敌意吧 他苦笑 我知道顾明成的事 让你不舒服 但往好处想 我也算帮你及时止损了 我淡淡道 身为律师 到时为自己离个婚 不算什么 霍亭琛被我的话一页 这是我确实有私心 毕竟如果没有顾明成 让你蠢蠢欲动 我们一定会有个好结果 挺晚 我没想过真离婚的 你满足我对妻子 所有的想象 他点了支烟 自嘲一笑 伯父刚才跟我说 让我们生个孩子 可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同意 我淡淡恩哼一声 他既有自知之明 我也默认 这一向是我们相处的模式 我们都冷静而有底线 不会被情绪带动 为无结果的事争论不休 我想 这也是霍亭琛不愿意 结束这段婚姻的原因 你的事 以后我也不会再插手 他突然道 我微愣 他遗憾地叹息一声 双手展开 轻轻抱住我 霍夫人的位置 我为你留着 我们的约定 我也记得 完了这么久 我也腻了 这次换我来等你 也未尝不可 我无语道翻白眼 正要开口 让他别再闹时 却末地看到 顾明成满脸怒容地 瞪着我们 霍亭琛挡在我面前 被我推到一边 与你无关 记住你刚刚说的话 我道 我静止走向顾明成的车 上次不欢而散后 我们有段时间没见了 挺晚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断不了 我舍不下你 话一出 眼圈也跟着红了 像极了 求婚成功那时 他哽咽到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那时 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在心里告诉自己 还好我行事向来果断 没再矫情 让他再等下去 被人说无缝衔接 就无缝衔接吧 我不忍直视 偏头看向窗外 顾明成 我们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早知如此 还不如这一生 都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至少还能在彼此心里 留个好印象 我们可以不这样的 晚晚 我约了你喜欢的设计师 为你重新设计婚纱 咱们出国一趟 顺便散散心 他有备而来 掏出两张机票 我深吸了口气 回不去了顾明成 现在不止你不甘心 我也不甘愿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压在女孩身上 说的那些话 不同于别人告诉我 那种轻视不屑 我是真真正正 听在耳朵里的 顾明成 你跟你兄弟说 我给他撑腰这么多年 不能在这个时候 让他失了面子 我话音一落 他脸色瞬间煞白 拿着机票的手 颓然落了下去 这份感情 在你心里已经变质了 反应过来 他急声反驳 那不过是男人之间的口嗨 你应该懂的 我说不能让你失面子 其实是我自己 不想失面子 他恳求地看着我 这些年 我一直跟霍亭琛较劲 可以想到 你跟他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以前为你不值 到那天 突然觉得自己不值了 他无助地看着我 挺晚 谁都可以怀疑我的爱 但你不能 我是人 不是机器 你能不能稍微理解我一点 不得不说 顾明成这番说辞 真的让人动容 似乎我在追究下去 便是我不通情理 但我知道 并不是 因为我知道 人性有多么复杂 他现在说的在感人 在细腻 在真心 也掩盖不了那一刻 他的低劣 男人三分罪 眼到你流泪 好 我轻轻点头 那你跟小女孩说 他就算知道又怎样 我这么优秀地接盘 他能找到第二个吗 他眼里的欣喜 瞬间暗淡 眼眸微称 那晚 那晚我在 顾明成 这是真的口嗨 还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他急迫地要张口 我手轻轻覆盖在他唇上 摇头 不用解释 我知道 我叫真 吹毛求疵 但我确实没办法骗自己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 那晚 你喝了酒 有兄弟的激将 可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你是可以这么做的 你有这个资格 你甚至考虑过 我知道的后果 顾明成 你爱我 但你也倾见我 你高高在上 住口 他末地大吼 沈婷婉 你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他血红着双眼 像是我有多么罪不可赦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你这样的逼供 对我这么毫不留情 你无非就是有了靠山 想重新和霍婷 他急迫地抓住我的手 他是不是承诺你什么 你信他的甜言蜜语 却不信我 停满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这对我不公平 够了 我终于忍受不了 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推开门下车 不想再跟他多争辩一个字 十一 可顾明成 并不是就此放弃的人 五年他都等过来了 又怎么会轻易放弃呢 他执意要与霍婷婷 公平竞争 开始频繁出现在律所 交好我身边的同事 朋友 毫无架子 一副低姿态认错的态度 甚至还打动了我爸妈 这么多年 还是两人第一次立场如此统一 齐心协力 让我原谅一个人 我拒绝所有的求和声后 他们又一致说 让我适可而止 别真闹的一切都回不了头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做出来的 顾明成反成了受害者 他自以为是在哄我 却不停地给我制造麻烦 这让我突然无比怀念 以前那个小心翼翼 体贴周全的顾明成 霍婷称虽渣 但有句话倒是说得对 这些年你总以为他好 我就让你走近 看个清楚 好死了这条心 果然不愧是游历花丛多年的情场老手 再美好的东西 走近了 看清楚了 原来 确实不过如此 我们的感觉 有时就是一个巨大的滤镜 我栏里外界纷扰 加快处理手上案件的交接 时常加班到深夜 实在被炒烦了 就出差到是亲自挑选办公场地 现在看来 选择彻底远离现在的城市 却是单干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顾明成并没有停下婚礼筹备事宜 就好像我们一切行程都没变 我阻止过二次他不听后 便不再言语 我实在不是喜欢争论的人 相信时间久了 顾明成自然会明白我的决心 我的人生还很长 我的未来是崭新的 他与霍亭琛 我谁都不会选 可我想安稳结束 却偏偏有人不配合 陆如芝突然约我吃饭 语气夸张道 我跟你说 我手下那个实习生辞职了 今天他自媒体账号突然更新 说要爆料 根本是商界名人有关 我一领 陆如芝好笑地看着我 她一个小姑娘 刚大学毕业 有点小聪明 能有什么大料 我不理她的幸灾乐祸 马上打电话给霍亭琛 谁料她却识口否认 不是她 大约是小姑娘自己想出名 她道 当然 我是乐见其成的 姓故的最近确实太高调了 也该有人制止她 霍亭琛安慰道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事情捅开 我看她哪有脸面在缠着你 好 我懂了 这是就算不是她直接所为 也与她脱不了干系 我让陆如芝把小姑娘电话给我 她摊手 早就关机了 看样子谁都拦不住 我虽然看你不爽 但也知道你不喜欢上新闻 没办法 这次我真帮不了你 第二天中午 最佳黄金段 那实习生果真如约开播 将顾明成如何找到她 跟她共度一夜的事 添油加醋 说得晦生晦色 哎 想当年我读高中时 还吃过她和沈律师的瓜 那时我还憧憬 我要是有这样的痴情男友就好了 没想到几年后 我竟然成了揭开真相的当事人 姐妹们 我又不相信爱情了 她把自己塑造得很无辜 又得意 知道客人是顾总 我都吓呆了 马上劝她别这样 可是顾总根本不听我的 她嫌弃沈律师不干净了 就要跟我好 一个新人 直播间瞬间涌入十万家 人物还在飙升 顾明成一直以来的痴情形象 一下子来了个大翻转 这是爆出后 顾明成再没来过律所 所有身边人 也一下子晋升 不再为她说话 准备离开那天 我给顾明成打电话 仍是关机 虽然事情以这则爆料突兀结束 但始终不是我想要的局面 顾明成是有错 但罪不至此 我亲自去了顾市 以第三股东的身份 找了公关部负责人 正是起草律师函 给那实习生发过去 见我动了真格 那小姑娘蹦跶了两天后 就从网络世界消失 最后 我是在顾明成发家前的老住所找到她 满屋酒瓶 她胡子拉叉 醉生梦死 沈婷婉 谁都可以怀疑 我对你的爱 但你不可以 她亮腔对着墙面嘶吼 像是走入绝境的浪人 我只不过思想开了一个小差 就这么不可饶恕吗 她眼神迷离地看着我 认了很久 突然抱着我 痛哭出声 别离开我 晚晚 相信我 我从来没想伤害你 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再相信我一次 她烧得厉害 浑身都抽搐 语无伦次 意识不清 但满嘴都是我 沈婷婉 我那么爱你 你稍微对我好一点好不好 她哀声喊着 我抱着她 不可抑制地流下眼泪 顾明成 为什么 这样的你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 我想 这永远会成为一个无解的谜题 可我们已经较真到这种程度 什么伤人的话都说了 原来的路 注定再也回不去了 在我选择没有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时 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我延迟了去一室的行程 直到顾明成彻底清醒 流言已经被压了下去 顾明成却就此消沉了下来 醒来后 她只问过我一句 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我很下心肠点头 她看了我很久 确定我不会改变心意 然后自嘲一笑 点头 我轻声道 顾明成 我们只是败给了人性 而不是爱情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五年 我每一天都告诉自己 以后 要是有机会 我一定好好对你 珍惜你 绝不辜负你 她慢慢道 可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她似乎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眼里满是对自己的厌弃 感谢这五年你的陪伴 我永远记得 那才是你 她看着我 眼眶渐渐发红 是 若是以前的顾明成 现在一定会尊重你所有决定 她强扯出一抹笑容 哪天启程 我送你 我回忆一笑 明天上午十点 临走时 她似乎仍有话与我说 但又咽了回去 大约是想到 那个曾经一心一意为我着想 隐忍又克制的自己 飞机往上攀升的那一刻 心里漠然一空 虽有遗憾 但又觉得释然 告诉我 婚姻是枯燥又现实的霍亭琛 再见 让我知道 爱情再美 也不外乎人性的顾明成 再见 从此以后 各方安好 故事二 陆石金大步走进咖啡厅时 我正准备拨打120 她看了眼过敏到休克的许成月 回头便给了我一巴掌 力道很大 我不稳地朝旁边列起了下 陆石金瞠目欲猎 扬声质问 明知道她对小麦过敏 你还故意给她换成面粉制的 是想害死她 说完 她一眼都没再看我 抱起许成月离开 我反应过来 我反应过来时 原地只剩我一个人 发麻发痛的侧脸提醒着我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我即将结婚的男朋友为了前任 不问缘由的第一次动手打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是许成月给她发了信息 她告诉陆石金 是我不小心误把玉米小甜饼和香蕉薄饼搞混了 所以她才会意外误实 但她没撑到陆石金来就休克了 其实她的理由经不起推敲 但陆石金根本没有怀疑她 才致使我挨了一巴掌 周围肆意打亮的目光让我浑身不适 我闭了闭眼 顶着微红的半边侧脸拿起包离开 坐在车里 我趴在方向盘上 安静的空气中 我听到自己无声的哽咽 不是委屈 而是后悔 后悔没在一周前的那晚 给陆石金和许承岳一人一巴掌 一周前 我和陆石金逛超市时 遇见了许承岳 她红唇黑卷发 看向我身边的男人 笑得妩媚 我下意识偏头去看陆石金 但她只是随意瞥了眼 便挪开视线 若无其事地牵过我放在推车上的手 语气温和 今晚想吃什么 我回去给你做 我笑得有些勉强 吃鱼吧 陆石金很少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是许承岳的关系 声音并没有刻意放低 余光中 许承岳听后 也只是随意耸了耸肩 转头离开 陆石金自她走后 很自然地放开了我的手 人也沉默下来 我顿了顿被松开的手 洋装若无其事 还想吃什么吗 她摇摇头 语气也不负钢材 没什么要买的 就回去吧 我也有些兴致阑珊 点点头便不再说话 一路无言回家后 我刚拎起鱼网厨房走 身后是陆石金 稀稀苏苏的穿衣声 你坐好先吃吧 不用等我 我有点是出去一趟 我回身 定定地看着她 你要去哪 欲敢告诉我 她要去找许承岳 她也停下动作 对上我的视线 仅几秒 便若无奇事走过来 挑眉笑了笑 别多想 公司叫我回去 附茶夏而已 说完 俯身吻了吻我的额头 乖点 她敷衍的两句话 并没有安慰到我 只犹豫了一秒 我还是开车 悄然跟在了她后面 虽然谈不上道德 但我更不希望 在不知情情况下 被出轨 我跟踪的技术 不算高超 但她不知道 是心急 还是因为什么 却一直未注意到我 进了一栋小区 我避开陆石金停车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 她站在一幢楼下 不多时 许承岳从楼里出来 你找我什么事 陆石金语气很冷淡 我想你了呀 许承岳说得很大方 很理所当然 我垂在身侧的手 不自觉握紧 她在我和陆石金 结婚前夕再度出现 意图就已经很明显 陆石金冷吃一生 跟我有关系 我马上要结婚了 许承岳朝她走近一步 歪头看着她 你喜欢她吗 就跟她结 我女朋友我不喜欢 我听后并未松一口气 陆石金的话 听起来太像赌气了 就像今晚在超市 故意做给许承岳看的牵手一样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 陆石金丢下这句话 就转身打算离开 但许承岳及时从背后还住她 声音染上哭腔 陆石金 我好想你 虽然分手是我提的 但这些年 我一直都只爱你 我也没有再谈 我现在发现我舍不下你 根本忘不掉你的时候 你却不要我了吗 她啰气着 满是委屈 我有些紧张地吞咽了几次 直直地看着陆石金 即便告诉自己几百次 只要她敢出轨 就会很利落地分手 但我还是拼命地希望 她能挣脱开她 气氛焦灼沉闷 不知过了多久 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宣判 陆石金一言不发 回身抱住她 紧紧摁在怀里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来 语气像是怪她 又像是怪自己 一瞬间 周围似乎都安静下来 我只能听见自己沉闷的心跳声 沉闷到心口窒息 许承月瞬间哭得更大声 我回来找你啊 一直以来 我只喜欢你 你呢 你都爱上别人了 陆石金天头亲了亲她的耳朵 声音发沉 没有爱上别人 只有你 一直都是 一阵夜风掠过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浑身发冷 眼前拥抱的两人 已经开始甜蜜拥吻 而我却觉得恶心 若是抛开局那人的身份不谈 光是看到这幅画面 我估计会羡慕很久 真心祝福他们 但我抛不开 我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和陆石金是家里介绍的 但我对他一见钟情 在一起没多久 我就发现他很少吃面食 在我三番五次询问下 才知道他前女友小麦过敏 后来他也变得很少吃面食 我当时只以为是习惯改不过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想念他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家 心底难挨得像是堵着一口气 像一个阀门拦住了我宣泄情绪的泪水 我收拾了些自己的东西 便立刻开车回了自己的公寓 刚进屋 陆石金的电话便来了 你去哪了 我看了厨房 你也没有吃饭 我没有开灯 静止摊在沙发上 闭上眼说 陆石金 你直接告诉我 打算什么时候 告诉双方父母 取消婚礼的事 你说什么 我睁开眼 但依旧是一片漆黑 我声音带着为了体面而故作的平静 刚才 你和许承岳 我都看到了 那边瞬间安静下来 包括你们说的话 还有接吻 陆石金沉默了一瞬 才开口 玉然 你先回来 我们谈谈 我手指紧紧抠进沙发里 疼痛的同时 让我不至于哭出来 没什么可谈的 分手吧 你说分就分 陆石金语气染上了情绪 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我几乎被气笑了 他亲口说完那些话后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刚想开口 就被他诞生打断 我给你时间考虑 玉然 别后悔 话音刚落 他就挂了电话 我冷审了一声 直接拿起手机 发了一条 宣布自己恢复单身的朋友圈 很快 很多晚睡的朋友 不是在评论区问 就是私聊问我情况 陆石金估计也是看到了 立刻又给我拨了个电话来 我看着屏幕上的号码 有些初神 短短时间内 主动打了两个电话过来 在之前 这都是很少会发生的 窗户外透进来的冷风 吹醒我的思绪 我垂眸挂断 他没再打来 只是发了条信息 我没同意分手 你单方面宣布没用 我没想到许承岳会主动联系我 更没想到和他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就是为了陷害我 那晚陆石金又打电话过来 陆石金 如果不是说取消婚礼的事 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那边安静了几秒 才想起一道女声 石金睡了 是我找你 我正愣了一瞬 手不自觉抵在心口 原以为已经不会疼了 可都是假话 陆石金带给我的后劲太大 实在难以短时间抽出 我定了定神 有事找我 明天出来聊聊 你们退婚的事吧 石金太忙了 他让我跟你说 我颤了颤眼结 有些麻木 好 四日我暗时到了咖啡店 许承月已经等在那里 抱歉呢 不是故意抢你未婚夫 只是我喜欢他 他也刚好没忘了我而已 他微微一笑 说起来 这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 以免结了婚 你才发现他不爱你 我平静地看着他 所以我现在不要了 丢回给你了 他一愣 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聊了半天 他只是在扯和陆石金 以前甜蜜的过去 没谈到正事 中途我去了一趟卫生间 回来就看到 他面前放着一叠 吃了一半的面包 但我没多问 只以为是他点的 特定面粉烤的 没想到 他会做到这个地步 当看到他开始呼吸急促时 便预感不好 不等我开口 他就挑衅地笑了笑 撑着桌炎 费力出声 我说了 我今天就是来帮你们退婚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休克 他甚至把时间都掐得很准 几乎下一瞬 陆石金就到了 好几天未见 我没料到 他见面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了我一巴掌 明知道他对小麦过敏 你还故意给他 换成面粉制的 你想害死他 我回了之前和陆石金的家 进门前 我做了好久心理准备 很大可能许承月 已经搬过来了 屋内会有他的东西 开门后 看到和我离开前 并没太大区别的陈设 我也并不是很惊讶 那昨晚 他们就是在外面开的房 陆石金是近凌晨才回来的 知道回来了 他看了我一眼 把车钥匙扔在茶几上 随意坐在对面的沙发 我直接点开手机 调出视频 放在他面前 我跟咖啡店老板交涉后 他把今天那段监控 发了给我 许承月过敏 跟我有没有关系 你可以看看 他皱眉看完后 也随之站起身 抱歉 玉然 我今天也是情急 我看了他两秒 随即抬手 便是响亮的一巴掌 陆石金 你出轨 接着还为了小三 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我 他脸色难看地盯着我 我毫无起伏地说完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消气了吗 他目光沉沉 如果这样会让你忘了这件事 你可以再打几巴掌 我后退一步 拉开距离 再打多少也没有意义 我只希望 你能尽快和你父母 坦白我们的事 不然我先跟我家人说了 你父母也迟早会知道 你还真想取消婚礼 陆石金笑得有些发冷 当初先提结婚的人不是你吗 先告白的人不是你吗 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 他的声音逐渐升高 我静静地听完 这种感觉本就还没愈合的伤口 被再一次撕开 压抑了多日的委屈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我听见自己的哽咽声 可是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我呢 说出来有些难堪 这时我依旧抱着一丝希望 他能反驳我这句话 可他只是沉默 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半晌 再开口的话 吹散我最后一缕执念 我和他在一起六年 直到现在 我也心里还有他 我的眼泪 在听到他这句话时 定在眼眶里 再也落不下一滴 他看着我的反应 忙朝我走近一步 语速有些急 但我也是真打算跟你结婚的 陆石金 我沙哑地打断他 声音疲惫 我不打算了 现在我不打算跟你结婚了 欲然 他似有些崩溃 你闹够没有 我再度开口 说出的话 也不知道 是为了逼他同意 还是戳自己的心口 那你和我结婚 许承月怎么办呢 果然 我说完后 他立刻沉默下来 你明明心里 喜欢许承月 却又不愿意跟我退婚 我看着他 荒唐地摇了摇头 陆石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个这么没品 没底线的人 陆石金看向我的眼神 满是挣扎 许久 他才沙哑开口 你想好了 接着偏头看向别处 又随意扯了扯嘴角 没问题呀 我无条件配合你 说完 陆石金捞起 刚扔下的车钥匙 头也不回地离开 门被甩得巨响 我没打算 为陆石金的行为买单 和父母说退婚的原因时 我直接了当地 将他和许承月的事 说了出来 我爸听了就坐不住 直接打电话给陆石金父母 劈头盖脸地 骂了陆石金一顿 后来我想过 如果没有当时这通电话 我可能就不会受到 那么大的伤害 但我又想 也多亏这通电话 让我发现 陆石金与许承月更为隐蔽 见不得人的勾当 打完电话后 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接到了许承月的电话 叫陆石金的妈过来闹事 郁燃 你的抱负是不是太幼稚了 我一愣 皱眉问道 什么 许承月的声音 似乎在故意压低 陆石金的妈 现在就在我公司 刚才还差点晕了过去 我把人带到了接待室 你赶紧带把他接走 别在这里要死不活的 我冷痴一声 陆石金知道 你这样说他妈吗 还有 陆石金不是跟你一个公司的吗 你直接找他不就得了 他知无了几声 他去一方公司开会了 不方便 你爱接不接吧 我反正没空管他了 说完他就撂了电话 我想起一直以来 陆母对我还是不错的 还是开车去了他们公司 刚出电梯 就看到许承月 满脸焦急地等着我 看着他的脸 我挑了挑眉 过敏好了 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陆石金妈妈在哪 我问 他指了指接待事 快把他带走 陆石金的妈妈 一道陌生的男生 忽然插了进来 下一瞬 我就看见许承月表情 瞬间将注 偏头看去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正信不走来 我在他们公司的人物 简章里见过他 叫周锦 之所以只对他有印象 还是因为陆石金之前 常常提起他 两人同职位 属于竞争关系 大概一个月前 我还听到陆石金曾说 两人正因即将空出来的 总经理一直竞争激烈 周锦看了我一眼 随即看向许承月 小许还认识陆副总的妈妈 她的语气 有些意味深长 许承月盲笑道 周总开玩笑 我哪里有机会 认识陆总的家人呢 是陆总妈妈来找陆总 刚好陆总不在 我就稍微接待了一下 我眯眼看着她 胡周的话 还真是张口就来啊 但我没拆穿她 很明显 许承月还藏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在静观其变 周锦也不知道信了没信 只是笑笑便进了电梯 我找到有些迷糊的陆母 颤着她离开 她还在念叨着 对不起我之类的话 但也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陆母是个文秀的人 大概率今天来 只是想找许承月谈判 而非闹事 如果她肆意张扬了此事 那周锦今天就不会 直锦限于知道这些 以防万一 我还是带陆母去医院 做了个检查 再送她回家 刚出小区 就看到陆时金和许承月 从车上下来 我扫了他们一眼 正准备绕过他们 玉燃 你最好安分点 别再企图利用 石金父母 搞小动作 许承月挡在我前面 去着眼盯着我 我看着她笑出了声 不是 怎么现在登堂入室的小三 还这么理直气壮啊 一旁的陆时金 只是眼神晦暗地看向我 并不出声维护她 许承月双手攥紧 用力到双肩都在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 提小三这个词 但很明显 她接受不了这个称呼 我没防备地 被她推了一下 差点扭到脚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叫我 你又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石金 在我离开期间的 找得消遣罢了 我回来了 什么都不用做 她不就回到我身边了 我朝她走近一步 直直看向她 许承月 你懂不懂寡义廉耻四个字 什么意思 她冷笑一声 又抬手推了我一把 怎么样啊 你难受了 但我这次压住她的手 没让她挣脱出去 用力把她往前一拽 扬起手 正准备扇过去 一直没动作的陆石金 忽然出声 够了 她握住我的手腕 阻止了动作 我闽唇转了转手腕 企图正开 在许承月的推桑下 我逐渐站不稳 下一秒 陆石金就直接扭住我的手 往旁边一甩 她是用了力气的 我顺着惯性扑到车头 小腹猛地撞到车前盖 疼到脱力倒在地上 我死死摁住腹部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疼 直到腿间流出的血 欲然 陆石金显然也看到了 跑过来手足无措地 跪在我旁边 眼神里满是仓皇 许承月脸已经下白了 站在旁边一动不敢动 陆石金很快反应过来 双手颤抖着 把我抱上后座 看都没看一旁的许承月 坐上驾驶座 就用力踩下油门开出去 然然 然然 马上就到了呀 老婆怀了我的孩子是不是 我们看完病 就去领证好不好 婚礼不取消了呀 宝贝 她第一次用这种亲密的称呼换我 声音颤得不像话 但我已经疼得意识迷离 无法反驳 陆石金甚至有意在往好的方向下 她口中的看病 似乎真的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病 像是一种母体的感应 我明显感知到肚子里那条 小生命的气息越来越弱 彻底失去意识前 我出现了几秒的幻觉 一个可爱的幼儿生 趴在我耳边软软又不舍道 妈妈 我要走了 我拼命地想抓住 却还是无力地生生感受着声音的消散 我感觉自己睡了很久 睡得很累 再醒时是在深夜 陆石金正趴在床边睡得不熟 我微微一动 她立刻睁开眼睛了 然然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没理她 只是手隔着被子 抚在小腹上 很空很空 感受不到一丝气息 和白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陆石金没说话 只是用力握紧我的手 我空洞地看着天花板 声音目燃 陆石金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没关系 还会有的 然然 她顿时接到 我缓缓抽出手 滚 我们结婚好不好 我求你了 然然 你看看我 现在 我只觉得她焦急的声音过躁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滚出去 不要我再说第二遍 陆石金噤声 许久后 我听见推门离开的声音 再度睁开眼 坐起身看着窗外 静谧的月色 透着股安静的美 我几乎是平静 又抱着股 同归于尽的决绝地想 要将陆石金许成月 送进地狱 此日 陆石金很早就拎着早饭来了 我记得你最爱吃她家的灌汤包 快来趁热吃 然然 我靠在床头 看着她又是只桌子 又是摆餐具 不免好笑 我也记得跟你提过很多次 我对海鲜过敏 说完就把滚烫的海鲜粥 扫到她西服上 手背上 我瞥了眼 那双修长 却被热粥烫得通红的手 别来我这里犯贱了 陆石金 你是觉得 你做这些有的没的 我就能忘掉你 对我做过的事吗 我提了提嘴角 要笑不笑地看着她 你做事不过脑子的吗 陆石金勉强笑笑 明明一米八几的个子 却有种流浪狗的落寞 精英气质也全然不复 这次一定会记住的 然然 你先吃灌汤包 我去给你买杯豆浆 说完 陆石金顶着半身的热粥残渣出了门 本想打电话给闺蜜 让她来接我 但忽然想到什么 我愣是生生忍陆石金 直到出院 期间也没有把流产的事告诉父母 父亲因陆石金出轨退婚这件事 已经气得好几天缓不过来 我不能再打击他 几天后 陆石金给我办了出院手续 我跟着他默默坐上副驾驶 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处 我转头看向窗外一家人满为患的蛋糕店 忽然想起 好久没吃过樱桃布丁蛋糕了 陆石金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立刻问道 是不是想吃 我给你去买好不好 这几天我并没有给他好脸色 这是我第一次主要要求什么 他眼神里有些惊喜 我没说话 只是低头玩着袖子 陆石金便道 把车停到路边 然然 我去给你买 你就坐车里别下来 外面很凉 透过窗户 我看着他排在长长的对后面 我松了口气 一边注意陆石金的位置 一边忙打开手机的摄像 然然 最后一个樱桃布丁蛋糕被我买到了 陆石金额头上冒着细汗 眼里却盛满笑意 坐回车里 我撑着头 抬眼一瞥 所以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一愣 给你买的呀 我什么时候说想吃了 我不就是感叹了一句 陆石金眼睛瞬间黯然下来 笑意散去 没关系 回去我吃 我解开安全带 回哪儿 我明知故问 我们的家 家 陆石金 你不配说这个字 说完我就利落地开门下车 陆石金也立刻追了上来 别碰我 这几天对他的忍耐 我已经到达一个极限 陆石金脚步顿住 不敢再靠近 风这么大 你想去呢 我送你去好不好 我把风撩起的头发挽到耳后 抬手点了点它 我最后再说一遍 离我远点 欲然 陆石金的声音有些崩溃 你还要我怎么做 这些天我做得还不够吗 你说呀 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我淡漠地看着它 一股凉风路过 将我的声音吹到它耳边 是比风还要冷上几分的言语 我要你死 你敢吗 陆石金 那段马路边的争执 最终以陆石金沉默 离开结束的 而我 没有回家 也没有去任何一个地方休养 而是招了辆出租车 和陆石金去了同一个地方 陆石金的公司 但我却是找另外一个人 周锦 接待室内 我终于等到了周锦的推门而入 这位小姐听说你找我 她笑得客套又疏离 我坐在软皮沙发上 淡了口温水 放下水杯看向面前的男人 直截了当开口 周先生和我合作吧 他不以为意地笑笑 不知这位小姐是看上了我们哪个项目 一个新项目 只有你和我才能参与 嗯 搞垮陆石金 怎么样 我眯眼笑笑 周锦书弟抬眸看向我 眼里审视的意味很重 我毫不退让地对上他的视线 你可以选择现在推门出去 就当没听到过我这番话 但我微微一笑 不出意外的话 那不久后倒台的就该变成周总了 周锦只证了一瞬 随即靠回沙发 笑容迷离 看见他的反应 我提得紧紧的一口气 终于松了下来 此刻我才确认 我没找错人 周锦人如其名 很是谨慎 目前阶段 我只告诉了他所需要注意的项目和特定的一个人 当他确认后 自然会找上我 我们聊到中午 我看了眼表 起身正欲离开 玉小姐 周锦跟着起身 双手插在西服裤里 一起吃个饭吧 共同用餐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 我想了想 便无可无不可地点了点头 刚走下一楼大厅 症状上陆石金提着包进来 陆总周锦面不改色地点头致意 我看了他眼 内心不禁付匪伤人的演技 陆石金并未回应他 只是情绪不明地盯着我 来这儿干什么 我轻笑了一声 跟你有关系 随即就低声对周锦道 走吧 和周锦绕开他离开 但当我和周锦吃完饭 和他刚分到扬镳后 还是被陆石金堵住 为什么和他一起吃饭 我面无表情 他是我妈新给我介绍的 相亲对象 陆石金神情将注 看起来是真信了 我轻吃一声 换了条路走 不想跟他再多吠口舌 那晚 我正在自己的公寓熬粥时 接到了周锦的电话 他的语气算不上好 甚至有些沉重 但我却恰恰相反 心情愉悦 前几天的那次见面 我只让他不要再轻易相信他的助理许成月 和注意最近要签署的合同 且项目合同越重要 越需要注意 果不其然 今天是近日他手上最大的一个项目的报价单下来 审核时 他想起我的话 打电话给对方公司要求再发一次报价单的传真 且是直接发到他的邮箱 两箱对比 果然 许成月给他的是假的 他没着急审批 而是不动声色地扣下 没有声张 我也有些心惊 陆时金和许成月居然敢做到这一步 这么大的数额 他只篡改细微的数字 却会毁掉整份合同 而周锦不仅会丢掉这份工作 甚至还会坐牢 是我的提醒的原因 自此 周锦放下戒心 和我的合作正式开始 我大学修的专业跟商贸没太大关系 是已 在周锦和陆时金这场商战上我帮不上太多忙 我所能做的 不过是结合以前在一起时所知道的灵星 继而预测陆时金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能做到什么地步 周锦任意找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理由 给许成月调了职 处于边缘 不再摸得到核心 他并未立刻揭穿假报价单仪式 本想等项目合同签约后 刚好自此拉陆时金下马 彻底离开公司 但我和周锦都低估了陆时金的机敏程度 陆时金又来找我了 我傍晚回家时 他正坐在我公寓楼下的花坛边 五次 他撑着腿起身走向我 步伐有些不稳 周身还带着酒气 光我看见的 你就和周锦吃了五次饭了 我猝着没后退一步 找我有事 我想你了 他看着我 轻声道 玉燃 你别告诉我 你真的对周锦有好感了 我没回答他 转而问他另一件事 许承月知道 你来找我吗 管他什么事 我扑斥一笑 你为了许承月 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现在又背着他来找我 不怕他伤心吗 陆时金沉默了许久 才哑声开口 孩子的事 我是失手 不是为了他 我插在兜里的手钻得紧紧的 指甲现在手心里 刺痛得逼我冷静下来 嗯 那你不分青红皂白衫的那一巴掌呢 你半夜跑出去 和许承月见面告白拥吻 也是假的 陆时金在我一句句的逼问下 推然下来 半天 才说了句眉头末尾的话 可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 从未变过 是不是我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发现 我早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爱上你了 对许承月 只是之前弥留的遗憾 你是不是也不会原谅我了 我点点头 抬眼看着他 我只会觉得 你更恶心了 你怎么好意思 说出让我原谅你的 陆时金 需要我再提醒提醒你吗 你亲手杀了人啊 杀了我的孩子 也是你自己的孩子 他脸色灰白下来 张了张嘴想辩驳什么 却又无力闭上 我深呼口气 闭了闭眼 在睁开时 已经平静地像一滩死水 陆时金 你不能让人死复生 也不敢一命抵一命 所以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原谅你 最后一缕夕阳 淹没在地平线下 陆时金的眼睛漆黑一片 再无半点光亮 他忽然变得平和 缓缓开口 我明白了 看着我弯唇笑了笑 有种诡异的温和 那时 我还没听出他 那句我明白了的 更深层意义 在很久以后 即便我相信 陆时金是真的爱上我了 也不再有任何意义 陆时金没再来找过我 即便我和周景见面 偶尔会遇见他 他也只是目不斜视地路过 我乐见其成 更加投入到和周景合作中 一个月后 周景和乙方开始谈判 以防万一 我坐在接待室等他 周景走时 神情很是胜券在握 但不到半个小时 他又败幸而归 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他和离开前 截然不同的神情 一方说 我们将报价单 泄露给别的公司 他们不得不重新调价 说是要告我们 证据呢 那份泄露出去的数据 查到是从我们公司的 电脑发出去的 我心瞬间沉下来 听他一字一句道 但那台电脑 是个刚离职的员工的 也找他核实过 不是他发的 最要命的是 这两天除高层办公室外 所有监控系统维修 没有记录 我吞咽了几番 才开口 是许承月和陆石金对吧 是许承月做的 他语气确定 我愣了几秒 你怎么肯定 下手只能等所有人不在 且公司还未关门 但几乎每天都会有个别会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甚至有的会直接通宵 而两天前的晚上 公司聚餐 所有人都到场了 包括陆石金 我下意识接到 但许承月没来 周锦讥笑一声 点点头 天衣无缝 我想了想 也不一定 什么意思 周锦登时抬眼 我和周锦 立刻下楼找保安询问 那晚到底有没有人回来 保安大爷说那天 不是他值班 他打电话给 当晚值班的 另一名保安 他只回忆了几秒 就很快说道 新来的那个小许 我都要锁门了 他突然跑回来了 说是什么文件没拿 今晚要赶工呢 此时 我又瞄到 对面街角的摄像头 刚好能照到公司门口 我拉着周锦的袖子 冲那边扬了扬下吧 诺 接着 我们两人相视一笑 但 这件事不该止于此 是谁给许承岳的真实数据 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周锦对他不错 周锦作为能和陆时金 抗衡多年的人 老谋深算 这方面是不输给谁的 他抓住许承岳这条线 顺藤摸瓜 虽然费了些力 但还是顺利地查到了陆时金 陆时金买通乙方公司的员工 泄露给他了真实的报价单 而陆时金想栽赃给周锦 搅黄这次签约 这个项目的成败几乎决定了周锦的去留 甚至涉及犯罪 一切真相大白后 一方公司将连同本公司的那名员工 三人一起告上法庭 由于所涉金额重大 导致公司造成严重损失 除追究赔偿外 三人被依法判了刑 加之出院那天 我趁陆时金去买蛋糕时 从他行车记录仪里录下的视频 我意外流产那天 撞的是陆时金的车 三人推洒 以至于我摔倒的场景 无疑不被记录下来了 与此同时 我以视频为陆时金二人加刑 最终陆时金判了七年 许承岳五年零六个月 许承岳被揭穿那天 我专门去他公卫 见证了这场好戏 面如土色的女人 瘫在转椅上 一下失去了神器 是不是你告诉的周锦 我和时金的关系 我坦然地点点头 是 我为的就是今天 他喃喃出声 陆时金早就不要我了 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淡淡看着他 我流产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故意 结果都一样 对吗 我平生打断他 许承岳 你做得恶 又何止这一件事 许承岳不再开口 他只是认命了 不是知错了 但我无所谓这些 以他的性格 在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没去见陆时金 倒不是说什么 怕舍不得 只是单纯地觉得 没必要 但在判决下来后 他要求见我一面 我最终没去 无论是道歉是忏悔 还是怨恨 我都不想听 他所犯的错 会在未来七年 一点点偿还 而我能做的 不过就是给他提供这一个机会 听周锦说 陆时金被带走的那天很平和 他甚至还在逛母婴用品店 周锦手还夹着烟 说到这笑了声 他婚都没结 就想着孩子了 这孙子想得够远的呀 但也没什么用了 我之前跟周锦介绍自己的身份时 也只是说了和陆时金是简单的男女朋友 接着他出轨许承月 我听后只是笑笑 没接话 沉出的风吹散了挡在太阳前面的云 西光乍现 透过云层中的缝隙 我看见了光的形状 周锦也抬着头 傅儿看向我 今天是个艳阳天 可以邀请你今晚一起吃个饭吗 我弯唇摇摇头 跟他告别离开 我看到的是丁达尔形状 不是天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 周锦和我也不是一路人 三年后的某天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里的信 是陆时金寄来的 我静静看了几秒 便随手放进抽屉里 没拆开 几天后 周锦久违地打电话给我 陆时金在监狱里自杀了 许久后 我缓缓张口 知道了 我沉默坐了许久 才打开抽屉 拿出那封信 有些久违熟悉的字体 扫道 最后一句 是句了无意义的话 我爱你 一句话 就是你 一句话 我们有意思 感谢观看